大家好,我是秦英 本期带来的是一部小手打野视频 小手打野最主要的是 它既可以反野,也可以杠拳图 于是我之后来到了下路 下路发现是有眼睛的 他们知道我在这个草帽里埋伏 所以我就插了一个方案,一个盒子就走了 所以我去到了阿牧的野区 在反阿牧的声音网 然后我看一下地图是中路的那个酒桶 比较压的冰线也比较靠前 是准备打完声音网去杠拳他一下 酒桶已经把冰线压到我们塔下 当我发现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酒桶 已经是把我们大头单杀了 然后是大头也是借助塔 拿到了他的人头 也不算太亏 然后我就是大头死了之后 因为才刚刚死的 于是我就来中路混一波经验 在中路混一波经验的话 是对我这打野的是很有帮助的 毕竟打野是比较升级比较慢的 然后我收了一波兵 于是就继续清自己的野怪 小手注意的事项就是 他是用盒子杀人的 他怎么说呢 你杠他的时候 你隐身过去 第一件事是放盒子 因为他盒子放下去 不是密集就能恐惧到人的 他有一段时间是 等下一次人碰到的 才会产生那个恐惧的效果 这一期视频也就是 我用盒子 是各种是带人头 是以后对方来打我 然后是他们就来了 我小手是刚刚是主点的盒子 这一下你注意一下 我这一次隐身是没 跳到草丛外面 因为你跳到草丛外面 会有一股烟 人家还是会看见你 上路是明显有眼睛的 我去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后退了 然后酒桶又是 把人把兵线带得很过前啊 我就在草丛里放一个盒子 看阿木木走不走得过来 结果阿木木去打他的野了 然后我就出来了 引诱一下这个 脚轨一走了 阿木木拉中我 不过没有关系 阿木木没有伤害其他 留不住我的人头 然后我就放盒子 顺势帮没男的没血的大头 收一波兵 阿木走的时候 我也该走了 然后我还是决定去 看到我们上路的伤害 然后我顺势帮他打了一下 这伤害 人家酒桶嗑了药 所以估计死不掉 然后我就又回神了 这局是什么情况 这局是一个挂机了 我们家本来是准备选一个 插一个ADC 结果有一个 那个老牛是随机选出来的 所以下路没ADC 是剩个老牛 不过没有关系 这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抗必须要有ADC才能赢 上一次是五个法师 五个法师打得很猛 结果前提就被法师打光了 根本没打到后期 所以不一定这个 打这个游戏不一定也太看阵型 当然阵型也是必不可少的 好我先说一波自己的野怪 因为成绩也有了 我是准备是 看一下 看一下哪一路可以Gunk Gunk的时候必须是拿着那个红Muff 因为他主要是小手拿红Muff 不是因为他烧烧烧血的技能 烧血的这个红Muff的这个被动 而是因为他那个有减速 小手可以多A几下 拿完红Muff 我就不打算清石头坏 我准备去反一下野 或者是杠克一下 这九筒这会儿 兵线又是很前按 然后我就在现在后面放个盒子 好大空了 结果我们家大头 当时很不明智的跟他在队A 其实他可以走的 好双Buff的阿木木 好现在拉过来 拉过来被我的盒子各种打 然后我开大 果断开大 跟着他贴贴贴 然后引人给他 然后再平衡他一下 准备用假身去打的 结果他已经被我来烧死了 你看双Muff的阿木木 就这样叫在我的红Muff 黏人之下 然后我是毫不弄补兵的 然后慢慢再A兵 这一波冰金那个就是金币也对我很需要的 好先放盒子放盒子然后再隐身过去 避免四人帮打我的伤害 当然这个时候我也应该回家出个装备 我小手出装推荐是这样的 你出门先买鞋子三红打野 然后是出灯笼 灯笼好了我会选择 选择如果是让钱购的话 我会出一个五级鞋 五级鞋出好了肯定出春哥 如果出不了五级鞋 我会选择出春哥的小部件 因为不假了 赞出一个不假了 小手最好 最好不要在那个时间上 老是握着一个点 除非你去繁衍去握个点还不错 如果你老是在这里守点准备杠克人的话 没必要 因为小手是小手是个高激动的杠克 杠克 英雄 然后我看见下路比较 兵线比较靠前 我准备去帮下路一下 这都是杠克都是看战场的形式 然后来定了 我一个银身先过去 好核子先放下 然后减速他 然后不停的红帽子连他 结果王宁过来了 好王宁开大 他没来的 王宁之后是没来的 我就各种连 我说只要偏大 我就不放你走 然后我看老牛给王宁一个引人 然后我顺势继续连 继续连 继续连 男枪 然后看老牛准备顶他 然后我用我的分身去了 老牛没敢上 好 因为他当时是没 移动速度是没有我这个 女生的快乐 所以人头照样收下 他杠克都是要看这个 全图的 实际来看的 你不能说你想 上路烈士 你就就在那里蹲铁 你要看情况的 他兵线压过来 你才能有机会 没压过来 你也没什么机会 可以杀他 除非你们队友 有强力控 然后我这是正常的反了一次 安慕的爷 留了一个野怪 打断他 又像他那个项目 我是看 九等好像意识到我来了 于是我只给他一个飞飞 然后继续走 继续打倒我的爷 然后我那只眼睛 就是刚刚我插的 用灯笼插的那只眼睛 那就是我每打一盘小者 都会插到那里的 插到那里 我偷小龙的时候 可以看到 他对面打野了 也没有过来 插到我小龙 也能看得到 也能看得到 中路有没有去收 他们家私人妈 是这个回事 于是我眼睛插在那里 然后我就准备 肃乎鸡蛋的 开始打小龙了 先开始 我已经分身过来 然后分身顶 顶小龙 然后我继续打 老刘也很有意思的配给我 虽然他是随机的英雄 但是也是比较配合 然后就是在这帮我分身 多扛了 多扛了一下 然后我就基本没掉血 就顺势 轻松的把这一条小龙给拖掉了 阿摩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然后是阿摩被我杀了一次 他也不敢贸然过来 然后就回去了 我继续 我回神出装那句 这个先不管他 虎精先出完了 就能代表我能追杀的时候 能多人几下 你自己有钱的话 你还是要帮那个辅助什么打野 你最好 我这没出那个 没出那个 先知的原因 是因为我最后发现 他们的兵线都是 不是太好的 你看中路是直接被阿摩姆杠克死了 中路这个大头好像略 略血呢 不是太容易打 九筒的 我看他死了 我又是难受一拨 一拨一拨钱 我尽量不要弄掉补刀 然后我这一把塔下补刀是弄掉了两个好像 尽量不要弄掉补刀 所以我就 这塔下补刀 步兵的刀是塔打两下 你就能补到的 然后是 那个后面法师兵的话 是塔打一下 然后你就能补掉的 我最后一个刀没补 是因为我看见下路女刀锋过去了 然后我准备去 绕一下 绕一下 绕到后面去 毕竟我走前面可能有盈的话 他就会看见我来了 我先看一下红buff 因为红buff这位刷新了 有了 我刚刚说过 有了红buff杠子是更有效率的 才能拿下人头 我看一下 阿末也会不会过来打 我现在那里叠盒子 盒子叠了越多 阿末如果过来的话 他我不用出手 他就能被我 盒子打成大材 我反正他没有打 我果断把这个红buff先拿掉再说 好的 然后是陈剑用上 这个 我建议 建议小手在偷buff的时候 一定不要留小怪在那里 因为你 小手偷buff是很快的 如果你留小怪在那里的话 他是会影响你下次偷buff的时间的 然后我就在那里卡视野 卡视野 等着九童会不会上前 哎 这九童 看着这九童 他果然上前来 然后我又过去 各种骚扰 帮他帮我们进入耗一波 耗一波再说 好 九童已经被我压了一下 哦 他人家上哪 这个人是没了 好 九童准备上去帮人家的 我估计是下一下他 然后是 在这里 准备帮他打一下王林 好 也看见我们 鳄鱼各种操作啊 就在那里显示 显示的自己打不死 不是比较容易打得死的 我看见中路 中路在对拼 然后果断 我是有大招的 我没了 别怕了 直接隐身过去 好 一个开档 开档之后发现 我自己还顶了一个 顶了塔 这个阵坑间啊 然后是我控制一下 分身过去 呃 这种我们家的那个 那个谁没追 大头没追 哦 我那里是有眼睛的 九童不知道 还想在那里 打我一下 我一个一 一个引然 直接把人头带走 好 在这里放个盒子 如果我们 他 队友被人抓的话 他跑到这里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是 逃之夭夭夭的 下路老牛 打得很嗨啊 跟篮枪对打 因为身上 虽然有一千多 但是我没想买装备 因为我想直接出一个冲突 这个 那小丑对 蓝帮夫的需求 我是问一下 中东 是不是需要 如果他不需要的话 我 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这样说 你要的话 我帮你打掉 你不需要的话 我自己拿更好 对于一个 会玩小丑的 他盒子放在金融的人 他是很需要蓝帮夫的 但是我这个蓝帮夫是刚刚拿到酒桶的 刷身心境也不久 然后我就省一下 等一下再把这个蓝帮夫拿掉 现在这里放一个盒子 因为我看到中路的人 可能会下来支援蓝枪 所以我再打算在这里蹲一下 好 估计别两个盒子的时候 我就要走人了 这样确保我来杠坑蓝枪 我可以全撤而退 好 在两个盒子放着 我发现还没有人来 于是我就准备包夹下面的蓝枪 因为我下路是有两个人的 而且老牛根线都很重 我示意他们赶快把兵线推过去 然后踏下长叉 老牛已经上了 好的 蓝枪选择跟我们老牛直接对拼 好 一个闪现上去 大招上去 老牛 大招果然是没打到 老牛果然平安回事 然后我已经用我的 封身是拆他们下卡 我先把他们下卡拆掉 封身是卡拉足够的伤害 为我们正确拆打 正确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这一会儿就是去中路 帮一帮我们的大人 所以中路发现不止一个人啊 两个人 少奶奶也在那里 然后我是先在这里放个盒子 看中路他们打人会不会过来 然后是我放了这个盒子 我发现又发了一个眼睛 我发现少奶奶在这里晃来晃去 我还是想把他们四人帮也打掉 然后我就在这里打 然后我就顺势说了四人帮 好 再把大的打掉 小的牛给他 然后我就可以走人了 然后我发现 哎 九筒突然过来了 然后我在我后面 我选择在我后面放一个盒子 然后我就过去引诱他们 结果 九筒真的过去了 看见没有两个盒子的伤害 然后就加上我们队友来攻击 这牛头虽然二连连连车 但是我的意 照样照样是给人头 给的他们 没有去抢他们的人头 然后我发现这阿牧又被我们连到 于是又跑不走 然后他们又两个人都交代了在下面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示意了一下打小龙 因为我发现小龙实际于刷新了 因为我们人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是打他们小龙 然后老辽顺利也绕绕过来 我先放一个盒子在外面的原因 是因为我 假如这会有人 有人看见我们在打 就算过来 上路是有眼睛的 下路又有盒子 他们是不好骚扰 我去打小龙的 然后我就 看了一下经济状况 看了一下 然后我决定回去出一件冲锁 然后有了冲锁的小丑是 不要有心理压力的人 他可以肆如计量唱 反正死的时候 冲锁拖拖时间 时间好了 好 一个Q 走人 踹墙走人 我顺势带了一个真眼 试一下 看看哪里 可以让我反一下眼睛 哪里需要的话 我就把真眼插进去 上路一个人狗蛋打得很开啊 在那里 一个人说个冰键 然后看看一下 对面出个装备 出个装备 发现他们 人头差距是蛮大的 你要有 大号小口 你要必须有 那个 明智的 明智的预判 就能确定 他 这种人在哪里 要从哪里过来 我最好准备去反他们一下 看一下南马虎 结果我发现南马虎已经被 九尾拿走了 这个王民好像有可能会看见我 然后我就把真眼插了一下 我发现这里是没有眼睛的 然后我就 这九尾真是嚣张啊 然后我就开了分身 准备上几年 好的 各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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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刀的话 我就不一定会走得了 然后我就一个隐身 穿墙 就是这种刚刚所说的隐身穿墙 继续走 然后我就没少人头 我就继续在那里放盒子 看他们也没有追过来 结果他真心没追 看见若鱼好像对上路的王民 比较有 比较有针对性 然后我示意的放了一个E 然后我发现 王民已经走到躺下 就没继续强追 这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刚来是多少血的 那个 酒桶 跟着我的盒子这边 你还不走 我已经猜猜这里不是白插的 一个E 一个以来 继续受人头 拿到南马虎的我是很开心的 然后发现这只小狼跟着我 先顺着把它收掉 这一个我本来准备是要走的 然后发现鳄鱼 鳄鱼又想上了 然后我就配合他 上去刹一下这个 他又是起手被掩了 然后我 我就示意了一下 然后我就往后走 我这一步我是看着 我是估计他们会 我是准备 你要他进这个草丛 因为我在草丛里叠了盒子 结果发现两个人 当时我也没虚他 等着先开个分身 等他进来 看他进不进来 他真的进来了 然后被我一个恐惧 然后你看见这个 我给他足够的伤害 所以当时也是火 把他太顺了 闹了一下 然后各种虚弱 各种给啊 终于把我终结掉了 所以拿下留个人头之后 死了一次 主要这个也不能全怪我 主要是如果一个站 他们南马虎的草丛里 多了半天都没瞄我 然后我顺着那边问了一下队友 你们是不是不管我了 我看了一下装备 我是看一下是出无尽好 还是出工作好 我发现打了这么久 我上次是打了一个是什么 是专门研究出装的 我出了工作装 五把红叉跟那个五把无尽 然后又出了一个三把无尽 跟一个银血 再加一个杀人包 我发现果蛋是 你无尽出了 出太多 只有两个无尽的效果 你点 你点人 还是要点两下 才能把人杀了 他那个暴击不是 不是 暴击打野怪的话 打buff的话 他是暴击是一千多的 你出再多无尽 他暴击还是那么多 然后是顺顺 我估计他们要打台了 看一下我们家 我怕他们强杀 在后面放了头子 谁知道我们牛头 果蛋很霸气 直接上去打 然后我们是有大招的 所以我没怕他 我就跟着上面牵 然后是九头帽 炸飞 不过没关系 我是看着我们 我准备保护我们家 黑大头的 结果没人牵大头 然后是他们都在 大头的那个 炮台上面打 然后我顺度是 追杀那个 女刀 发现后面已经被我 大头 咳嗽恐惧到 直接死在我们 范围内了 这个九头还很 嘲讽我们 然后我们直接过去 好一个亿 直接把 把那个 阿牧牧的人头 带走 然后强杀 强杀 九头 然后对面打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